比賽一開始全力往前衝 這是26歲的田徑國手彭明洋 也是台灣400公尺跨欄的記錄保持人 這次代表台灣參加奧運 首輪預賽在第五跑道起跑 沒想到在第一個彎道就逐漸放慢腳步 最後遭到判定沒有完賽 彭明洋因為病骨肌腱裂傷 最後沒有完賽 但他仍然慢跑到第一個籃架 和這趟巴黎奧運告別 彭明洋事後發文透露 因為不想讓家人擔心 直到比賽前一天才讓他們得知受傷消息 彭明洋證實是在巴黎日常訓練時 導致病骨肌腱斷裂 原本想要努力完賽 但經過好幾天的思考 決定不要硬撐 也將在回台灣後接受開刀治療 彭明洋自己喊話 四年後會回到奧運舞台 沒想到訓練過後 卻因此受傷 沒辦法完成夢想 二十六歲的彭明洋出身 運動世家父親彭幻樹 曾是十項混合運動國手 母親張祺鈺 過去也是七項全能田徑國手 哥哥也是青少棒國手 彭明洋在成都世大運 四百公尺跨欄 跑出四十八秒六二好成績 目前還是全國紀錄保持人 如今為了不讓傷勢擴大 痛下決定沒有完賽 彭明洋喊話 希望在治療過後 四年後再度重回奧運殿堂 TVBS新聞最好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In